欢迎收看标股探早 今天台北股市下跌99点 将近100点 我不知道你有怕吗 可能都会吓到了 探阳今天早上在这个 中文财经早盘的时候就有讲说 今天量呢量不足 它不会直接攻 那之前跟你讲的 前波高点8400点附近的话 它不会直接冲上去 之前就跟你预告过 你发现 843这个地方探阳跟你讲过 这个地方是有量的 那这个礼拜以来 过了8265之后 在843附近一直没有过 但是一直量补不出来 所以探阳跟你讲过 在8439点的量 你必须在这边把它消化掉 也就是说当初的套牢的卖压 你先换手才能再攻 所以没有换手之前 量不够之前它不会攻上去 是不是 所以探阳也是会跟你强调说 最好是什么 最好是震荡走高会比较好 直接攻的话量直接太大的话 容易变成外置来到货 那如果震荡走高的话是什么 到处点火 轮掌的格局反而是容易上去 那如果在这地方的话 这个量一直没有出来的话 就只有这个方式了 所以你还记得探阳跟你讲说 要过高就只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直接补量过高 但是直接补量的话不好 直接量太大的话什么 人家一下子套牢要出来 一下子到货出来反而不好 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是不是啊 轮动 然后呢 到处点火 所以这种格局拉回你不用担心 就是它哪跟你预估的 轮动 然后呢 到处点火的一个方式是最好的 所以你会发现 台北股市的量没有出来的时候 还是很多什么 强势族群还是营养持续稳健的在什么 在走他自己的路 是不是 他还跟你花了一时间跟你讲过 这个美国的 这一个债务上限的问题 两党之争 他一定会什么 一定会撑到最后一秒 这美国人的一贯的作风 2011年大家都很清楚 对不对 这政治的 政治民主时代就这个样子 因为你要凸显出 我这个参议院很重要 我这个民意代表很重要 不能说你白宫送什么来 我都接受啊 台湾是不是这样子 不能说你现在是 你这个执政党送什么东西来 我立法案就给你 这个橡皮图上给你盖上去 不可以这样子嘛 所以现在一样的问题 一样的道理 民主时代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他才跟你讲过 你要看黄金 黄金有没有创新高 没有 一些事都占不上去 如果说你说 你认为美国 债务上限会出问题 那黄金都一定飙上去了 我跟你讲 是不是 那如果你说美国 股市会出问题 那是啊 那美元指数一定很强 很强走上去 结果美元指数也没有很强 对不对 因为美元是最好的避险标的 如果你 你担心这个股市有出问题的话 你一定会什么 选择把资金放在美元现钞 那如果资金放在美元现钞的话 那美元指数呢 美元队欧元会涨 美元队欧元会涨 美元队欧币会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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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元队欧上限的问题 这个争议会有一波三折 一波多折也好 但是呢 市场的避险气氛不浓 所以市场上会不会有什么形成这个金融危机的风险 所以够简单了吧 所以这个今天台北股市拉回将近一百点 你不用太担心 那因为这个涨多板就很容易拉回的 那你如果看一下国际股市的话 让各位看一下国际股市的话 你就很清楚 那国际股市其实今天的 这个韩国其实算是强的 以及这个日本都是算强的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台湾的晋争对手韩国 先看一下韩国 你会发现南韩中国指数 今天尾盘 今天南韩中国指数尾盘 是不是又拉上来 今天呈一个红棒 今天呈现一个红棒 我把它放大让各位看一下 这图有点远 你可以看一下 在这边 9月26号 今天南韩中国指数是开低 然后呢拉高 开低拉高 台北股市是比大家是比较什么 大家比较不高 看来说哎呦 没有太强了 先台比较高 所以你会发现 南韩中国指数是开低走高 收一个红棒 收一个红棒 又来到了什么 来到2000点 又来到2000点 收在2007点 是维持一个平安阵仗整理的格局 还是一个强势 他头做的不大 他头做的不大 另外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日本 好了 大家如果担心美国债务上线会出问题 那如果说 如果说最坏导致是美国导债嘛 那你想美国导债最倒霉是谁 日本嘛 日本买很多美国公债对不对 那你如果说担心美国公债出问题 那日本人一定是最敏感的嘛 你不是人借了一向多钱嘛 日本人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 还有中国大陆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 如果说 你要知道美国会出问题 你问债权人最清楚 好 债权人知不知道 好你看 好 债权人就是日本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日本 看一下日本的股市 来 好 日经指数我们看一下日经指数 在这边 好 日经指数找到了 你发现日经指数长什么样子 今天长什么样子 今天是开低 往下杀 然后拉高 变成一个中长红 哎 美国如果 美国公债会出问题 如果美国要倒债 竟然日经指数往上拉 竟然他债权你都不怕 他债权你都不怕 那你怕什么 对不对 你有发现 所以今天的早盘是一个明显的一个 细盘 那如果说 如果是这一次的美债会形成这个金融风暴的话 应该全球股市通通走弱 什么叫金融风暴 现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 对不对 一旦形成金融危机的话是大家一起跌的啦 大家都这会热啦 不会说只有什么是美国跌然后日本不跌不会 所以一定是大家一起跌 但是有没有大家一起跌 没有嘛 没有嘛 所以他还是一个震荡强势 强势整理的格局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 所以但是整个量没有出来你会发现你不好操作 那是很正常 但是强势的族群就是容易什么 中长黑之后要往高震荡往高 这个是探长每天跟你讲二六族群的运输族群 航运族群 特别是散装航运的波罗地海指数还在创新高 所以探长跟你讲你要赚大钱 你要看大钱在哪里 钱四个人两个 你要去赚钱嘛 就是要赚有钱人的钱那钱才多嘛 对不对 那有钱人在哪里 国际的有资金往哪里移动 我们就去哪里赚它嘛 对不对 国际资金哪边最好 哪边最明确 这个地方很明确嘛 你看玉米人在创新高 散装航运很明确嘛 你说电子 好 这个iPhone到底卖的好或是不好 有时候说好有时候说不好 不明确你打个问号叫做不明确 那不明确你可能进去可能赚可能不赚 对不对 你就像五成五成的一个机率好了 但是你如果要很明确的很有信心的 你看你如果看到航运 散装航运族起 你会觉得台北股市跌的快100点嘛 你会觉得台北股市跌99点嘛 你看益行 对不对 但是我不代表说你就明天再去买哦 不是哦 对不对 好 我们什么时候会再买 后续会告诉你 对不对 2606的这个大年股市场跟你讲过85.81的玉米 你看你会觉得玉米 你看到玉米人走出会觉得台北股市跌99点嘛 你看到2.12的中行 对不对 你会觉得台北股市跌99点嘛 你看到2.617的台行 你会觉得台北股市中上黑吗 不会啦 no 对不对 所以这个大资金往这边移动 我们就去那边等他 一天四个人两个人你千万不要去追钱 你还想办法让钱来追你 对不对 那今天呢 这生技族群呢 台长跟你讲过了生技股 今天是这样中化拉肺 拉肺照样跟你讲啦 不因为说拉肺就说啊 这生技不好啊 买 台长不是那种人 对不对 如果你拉肺没有买 难道你要买中藏红 对不对 然后买完之后拉肺嘛 当然是希望拉肺之后买 买完之后中藏红嘛 看一下 对不对 很多人看到中藏黑 拉肺没有买 哎呦 怎么突然创高 懂我意思吗 中修节之前 有没有中藏黑 有没有拉肺 有没有小黑K棒 有没有小红红K棒 有没有什么不涨 不涨的时候你没有买就是什么 突然创高啊 很多都是这样子嘛 公开跟你讲的1720的升达好不好 好 探长也是叫你不用去追高 但是呢 拉肺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到买点 你看 升达在马王之争的时候中藏黑中藏黑 你如果没有买 我有奇怪怎么突破中藏黑的高点 对不对 4123的这个成德也是一样啊 中藏黑你没有买怎么突然之后变小红 大红 长红 然后创高 中藏黑 拉肺 对不对 黑K棒没有买 怎么变红棒变红棒 红棒又有一大根 是不是 所以 黑K棒 以及 小黑K棒 还有呢 小红棒 也就是说 哎 急速回党 或者是说什么 震荡整理 小红小黑的时候 不涨不底的时候 常常是最好的买点 有没有 当初的成德式也曾经急速回党 对不对 也是曾经什么 曾经出现这个很丑的K棒 对不对 两根黑棒中间结合一根十字线 很多人就以为什么 一星双音啊 什么 什么 什么叫什么 一星二音啊 很多人看到一星二音就把它卖掉了 奇怪一星二音一晚之后呢 结果怎么不音了 怎么不音了 就变中长红 阳棒 对吧 所以你如果只学了K线的话 容易误判 不是K线不好 不是这个九田战法不好 不是这个日本的本间中九先生 这个学生他发明的东西不好 而是呢 用的人没有巧妙的运用 对不对 所以探长为什么跟你讲 要看点跟线还有面 点 K线只是代表四个点位而已 一根K线有最高价最低价 开盘价收盘价这四个点位 所以K棒只是代表一日的行情 它不代表什么一个趋势 它也不代表一个整个格局 所以K线你要学恭喜你 你有学到恭喜你 但是要活用 了解吗 如果你没有活用的话 你看就容易被中藏黑给洗掉 中藏黑给洗掉 故事都是这样子 演啦 过时都是这样演啦 是不是这样好 你看一下大凡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这个什么 上一波从826有这样下来的时候 你看很多人是被洗掉 来到7800附近的话 中藏黑 安娘会 来到已经 由826到7800做事 把它砍在最低点 通通洗光光 洗光光之后呢 哎哟奇怪怎么不跌了 奇怪怎么突破中藏黑的高点 奇怪怎么跳空了 中藏红你又不敢买了 故事都是这样演的嘛 基本就是这样演啊 这剧本人家早就写好了啦 我跟你讲 人家早就写好了 人家写好的剧本 偏偏一般的投资朋友 我只能说散户啦 人家写好的剧本 就是给散户去演的 所以这个外资主力 他当什么 他在当这个导播 他在当导演 他在当什么 当著作 当制作人 那谁在当什么 谁在当那个配角 谁在当跑龙号的 你这样杀鼓跳杀鼓跳杀鼓跳的人 就是照着人家的剧本演啦 那你了解吗 对吧 那谁赚最多钱 制作人赚最多钱 导演赚最多钱 对吧 那当然一般投资人 没办法去导这出戏啊 但是你要看得懂 人家这出戏要怎么演嘛 就是这一出戏嘛 对吧 基督圣人就是 这是拌戏给你看嘛 就像美国 民主党跟共和党 你演赚给你看嘛 你台湾的这个国民党是不是 跟民进党也是演技给你看 演给你看嘛 真的你死我活 对不对 大家对什么这预算 很认真在审核 大家对国家的前途很认真在 很认真在这个斟酌抗议 抗争 然后抗争完之后 私底下去喝酒 对吧 不是这样 那这样 开花开完药 大家写这去什么 去开花开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人家剧本写好了 你就不要 人家在请金入翁啦 人家说请金入翁就是 人家已经怎么 这局设好了 人家在杀就是要杀给你看的 然后你就真的什么乖乖的杀了 但是操作上确实 确实 不是只有一般的投资朋友 你觉得不好操作 很多专家也是觉得不好操作 所以他们会没有很清楚 我们股票精简在精简 只有四档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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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八二六一的副顶我们就不用讲了 这已经什么 这已经赚一大波的 我们随时可以获利了结 他就跟你说过最好够的这支股票 那另外是不是剩下什么 三档股票 这很好照顾 最好照顾的三支股票 对吧 那再扣掉1701的这个中化 纯两支股票 中化也已经贪一段了 随时怎么 随时没掉 不是大赚就是小赚而已 没差 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价位拉到什么 拉到成本区很远的地方了 我们不用担心 但是你手上的股票 如果是刚买金的刚追价的 你就会很担心这个大盘的问题 你就会担心这个产业轮动的问题 你就会担心什么 你还得美国到底会不会出问题 哪会自己吓自己 对吧 美国如果倒闲 美国如果倒闲 日本就害了 日本就害了 中国也害了 中国也害了 台湾也害了 你就会什么 你会钻牛角尖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把资金控制好 对不对 是逢低买进的人 然后价位已经拉到你的成本区很远的地方的话 金本没有还乐嘛 是不是这样 所以操作策略很重要 操作的模式很重要 你要利用中长黑震荡的 中长黑完之后震荡的时候 你要早买点 因为如果这种操作的逻辑 这种操作的模式 你的成本才可以压低 对不对 大家都这样嘛 中长黑之后压回来的时候 才是你的买点 中长黑之后压回来的时候 才是你的买点 中长黑之后如果这边有震荡的时候 我给你凶器 但是你要赶买 你以后有更多苦心你比较赶买 中化会拉回到什么地方 苦心会告诉你 好不好 另外呢还有一个族群 今天有一个族群 很多投资片手上有 太阳能 你看深圳科是不是中长黑 然后呢 3576的新日光是不是中长黑 还有呢 还有什么 6244的帽底是不是中长黑 哇 怎么这么恐怖中长黑 对啦 探长就喜欢在中长黑的时候 跟你分析股票 中长红或大涨喷出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分析 每个人都会解盘 那叫什么看图说故事 中长就去台湾也知道啊 中长不是什么 中长是跌的时候 到底是要买进 还是应该要调解呢 他人讲给你听 中长黑的时候震震震震震震震下来 如果说 诶 奇怪 杀完之后其实也没有说跌到哪里去啊 这是很明显的洗盘啊 你看一下帽底 当初在这一个 7月中的时候是中长黑之后 在那里洗来洗去 中长黑常常都是什么 故意下你的你知道吗 如果中长黑你才会买股票 不会啦 你看到中长黑你怎么会卖股票 你舍不得卖 舍不得卖啊 你看到一路一路涨不停 每天涨一满你会卖股票吗 不会啦 不要打扁 对不对 大家都觉得哇好高兴哦 都忘了要卖股票了 但是反而是什么 没有中长黑你就不会把股票砍出去 你没有把股票砍出去 那就不会达到他的目的 对不对 我跟你讲一张股票就很清楚 对不对 五峰啦 这几下有搞机车的故事你知道吗 连续两根跌停满然后又杀滴 然后很多人就是什么 在这个跌停打开之后终于把它卖了 连续锁两天卖不出去 两天没吃没睡 两天呢 连续两天跌停满的时候睡不着觉 饭吃不下 结果呢啊终于打开了 把它卖掉之后 卖掉之后然后呢创新高 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这么狡猾怎么这么奸诈 对啊 对啊这个金融市场它如果 这种主力或者是大股东也好 主力不管是大股东也好 或是外资也好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外围也好 它如果没有这样子甩 它哪有办法吃货 它哪有办法把你骗出去 那如果没有骗出去 它哪会喷出去 如果车上很多人啊它就拉不动嘛 它把你骗一下车之后呢 车子就很轻这样 原本一踩就飙出去的 懂我意思吗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 很多人是抓对股票 但是呢半途就下车了 很可惜啦 对不对 很多就这样子嘛 你看这个1720的这一个生达是不是一样 这样涨上来大家都嘛 知道它是强势股 大家都嘛把这些买买生达 中藏红去买 那大家都上车啊 哇车子太重了嘛 每个这个车上本来可以载 五十个人就 这个六七十个人挤上来 太重了嘛 它标不动嘛 那怎么办 把你骗一下车嘛 对不对 中藏黑就把你骗一下车 中藏黑杀一根你没有跑 杀第二根 心中的没力了 你就走啊 你就走一样呢 中藏红 中藏红 然后标出去 创新高 所以有时候看到股票市长 每天在上演这种戏嘛 都觉得蛮有趣的 都觉得蛮有趣的 但是你要试破 你要试破 这种主力的手法 你要认清他的手脚 快点看我跑他的手脚 你才会贪到钱 你也看不懂他的这个戏嘛 看不懂他变什么把戏 你就是被骗嘛 你就是被什么 让中藏黑给骗了嘛 对不对 中藏黑给你反而砍掉股票之后 哇怎么就冲上去了 很清楚他才跟你讲都讲了 所以他才为什么跟你讲说 我们要拿着望远近看国际趋势 所以他才跟你讲 黄金没有大涨 所以美债不是问题 美元指数没有大涨 所以美国债货上限不是问题 对吧 这个日本也没有大跌 反而是什么 开低杀低拉中藏紅 所以呢 国际没有金融危机的问题 包括南韩的首尔的指数 迎来到2000点 没有全球流动性的问题 如果真的要全球的金融危机的话 全球的股市都要一片 应该要一片同时重挫 没有啊 欧洲的这个 这个德国的法兰克福指数 也没有重挫啊 所以他只是一个 强势震荡整理的格局 那台北股市拉出一个中藏黑 对吧 拉出一个中藏黑 是在做什么 我刚才跟你讲了很多 中藏黑的故事 对不对 中藏黑故事特别是什么 特别不好讲 因为大家都会想中藏紅 中藏黑也不会说 探长来跟他做行车 通常一常是要骗你下车的 了解了吗 如果再不了解的话 电话播进来 这个8076 五分的故事 1720 这个生长的故事 通通是演同样的戏嘛 所以不要被骗人 希望你操作顺利 探长明天在这边 再跟各位分享 谢谢各位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支付投资风险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